看看我身後的國旗 就知道我們一年一度的國慶日要到啦 說到國慶日呢 就不能不聽到他 當然是我們國軍十分優秀的模範生 來自陸軍航特部的CH4管SD運輸直升機 在國慶日當天呢 他會吊掛著巨幅國旗通過總統譜上空 吸引許多軍事迷呢 還有民眾拍照 可以說是我們國慶的重頭戲之一喔 而且聽說今年的國旗呢 堪稱史上最大 好啦 回到正題 我們今天呢就是要和大家介紹這款 性能十分強大的CH4管SD運輸直升機 廢話不多說 我們影片開始之前呢 當然要幫我們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囉 那我們影片check it out GO DH47直升機其實它研發到福翼的這個時間已經非常久了 它最早的計畫是在1956年就提起然後陸續的研發 那它是由波音公司收購的這個Volt公司 它原本設計的V107 用重列式的主旋翼設計的直升機它改良而來的 它發展出了CH47A A B 然後這個CD SD 那所謂S呢 SD就是說Super D 這個意思所以它的性能有更進一步的提升 CH47 SD呢是在1999年8月第一次試飛成功 所以後來是由新加坡還有採購一批 還有就是我國陸軍在1999年跟美國採購了9架的CH47SD 在我身後飛機為CH47SD中型運輸直升機 其具有兩具引擎所輸出最大馬力為4860Gp馬力 一般巡航速度為每小時243公里 最大可達306公里 最大航程為1170公里 可續航4.6小時 其作戰半徑為500公里 可支援整個台灣地區 本機行任務為支援攻擊直升機作戰 實施軍品、人員、油彈、御書及三萬後送等任務 本機有兩具長程油箱 總共可容納2068加輪 油箱有保護功能 可承受小孔劑GPG設計 此行機為重列式通舟擺向設計 減少尾宣翼空間 增加內部抽載量 City 47它的設計基本上來就是 前面有這個架子艙有三名機組員 後面的機艙部分呢 可以搭載貨物、裝備、車輛 或者是說最多可以到 將近50個全副武裝的士兵 裝在彈性也蠻高的 另外來講加裝了這個 熱焰彈跟干擾師的撒布裝置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可以搭配我們ESM的裝置 在遇到威脅的時候 它可以發射熱焰彈或干擾師 來干擾紅外線導引飛彈的一個鎖定 陸軍使用的這個City 47 SD呢 那我們看到主要當然就是 裝載人員然後裝載裝備 另外來講也可以搭載閃兵 執行這個空降的任務 資源部分來講就是像收救任務 像這個發生天然災害的時候 我們像比如說921的時候 這些救災的任務 還有就是這樣 因為它可以飛行的高度比較高 所以在這個中高海拔的這個地區 如果發生森林大火的時候呢 那它可以吊掛這個消防水袋 然後裝水之後呢 執行這個森林的一個救火的任務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個 我們陸軍一個很重要的 多功能的一個直升機 部份這個地方 只能放進去 無論如何去植入